信贷就产生了 任何两个人都可以通过协定凭空创造出信贷 信贷看似简单实则复杂 因为信贷还有其他名称 信贷一旦产生立即成为债务 债务是贷款人的资产 是借款人的负债 等到借款人今后偿还了贷款并支付了利息 这些资产和负债将消失 交易得以完成 那么为什么信贷如此重要 这是因为借款人一旦获得信贷 便可以增加自己的支出 不要忘记支出是经济的驱动力 这是因为一个人的支出是另一个人的收入 想想看你每花一块钱 另一个人就挣了一块钱 而你每挣一块钱必定有别人花了一块钱 所以你花的越多别人挣的就越多 如果某人的收入增加 其信用度就会提高 贷款人就更愿意把钱借给他 信用良好的借款人具备两个条件 偿还能力和抵押物 收入债务比率高 借款人就具备偿还能力 如果无法偿还 借款人还可以拥有价值可以出售的资产作为抵押物 这样贷款人可以放心地把钱借给他们 所以收入增加使得借贷也增加 从而能够增加支出 由于一个人的支出是另一个人的收入 这将导致借贷进一步增加 并不断循环 这一自我驱动的模式导致经济增长 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产生了经济周期 在一项交易中 为了获得某样东西 你必须付出另一样东西 长期来看 你得到多少取决于你生产多少 我们的知识随时间而逐渐增多 知识的积累会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 我们将此称为生产率的提高 一个善于创新和勤奋的人 将比那些自满和懒惰的人 更快地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 但在短期内不一定体现出来 生产率在长期内最关键 但信贷在短期内最重要 这是因为生产率的提高 不会剧烈波动 因此不是经济起伏的一个重要动力 但是债务是这种动力 因为我们能够通过借债让消费超过产出 但是在还债时不得不让消费低于产出 债务量的波动有两大周期 其中一个周期持续大约五年至八年 另一个持续大约七十五年至一百年 大部分人虽然能够感受到波动 但由于离波动太近 每天每周都身临其境 通常并不认为这是周期 我们将在本章考察着三股主要动力 并观察它们如何相互作用 以及它们在日常经济中的表现 如上所述 经济的上下起伏 不是取决于人们多么善于创新或勤奋工作 而是主要看信贷的总量 我们先想象一个没有信贷的经济运行 在这样的经济运行中 增加支出的唯一办法是增加收入 因此需要提高生产率和工作量 提高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唯一途径 由于我的支出是另一个人的收入 当我或者另一个人提高生产率的时候 经济就会增长 我们如果观察各种交易加以总结 就会发现一条类似于生产率增长轨迹的渐进线 但是由于我们借债 于是产生了周期 原因并不是任何法规 而是人的天性和信贷的运作方式 借债不过是提前消费 为了购买现在买不起的东西 你的支出必然超过收入 因此你需要借钱 实质上是向未来的自己借钱 你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未来的时间 到那个时候 你的支出必须少于收入 以便偿还债务 这样马上就形成了一个周期 通常一旦你借钱就制造了一个周期 对于个人是这样 对于整个经济运行也是这样 这就是为什么必须理解信贷 因为信贷触发了一系列机械 和可以预料的将在未来发生的事件 这就是信贷不同于货币的地方 完成交易需要使用货币 当你在酒吧用现金买一瓶啤酒时 交易立即完成 但是如果你用信用来买一瓶啤酒 比如奢债 你相当于承诺今后为这瓶啤酒付钱 你和酒吧一起创造了一笔资产和一笔负债 你们凭空制造出了信贷 只有在你今后清偿了这笔资账之后 上述资产和负债才会消失 债务才会还清 交易才会了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